想想 今天咱做那个板栗烧鸡吧 好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辉 今天咱们做栗子炒鸡 刚才我爸食谱已经打过了 因为这个菜我也没有做过 今天咱们试着做一下 做得好的话 大家给我点个赞 如果做得不好 请在下边尽情的吐槽 咱们现在去买食材 这个多好 看着是乖的 生死翻船 现在板栗已经煮了有一分多钟了 我看那个菜谱上说是 用剪刀 先剪一下头部 这个用刀削出来了 感觉还不错 多煮一会儿看看行不行 真是没办法 气死我了 看起来刚才刚开始是 煮的时间太短了 有说的是煮一分钟 有人说煮三分钟 我煮了两个三分钟还是不行 现在第三个三分钟 现在可以了 少走了 看一下 一下就起来了 它这个说是鸡块之间 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 就是腌一下去行 也不需要焯水 我总感觉是不太靠谱 咱们焯下水吧 这样比较快 因为剥那个栗子皮实在剥的 蘸的腿都疼了 赶快咱们做好 吃上饭再说 咱们现在把那个板栗煎一下 按照教程上说的 煎30秒 煲了半天 煲了这么点板栗 菜谱上说是 那个鸡肉不需要炒糖色 因为我以前炒鸡的话 经常会炒糖色 今天咱们也按菜谱上 不炒糖色 炒糖色 炒糖色 食用 Mechanحد 盐 油 谁 کے君子 倒入 煎 闇 少加点蚝油,准备熟汁出锅 味道 你不是爱吃香菇吗 对啊 真的好想吃香菇 这香菇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 吃到最佳这个东西 味道还可以是吧 你看味道觉得有味道 你感觉上次那个黄焖鸡那个好吃还是这个 黄焖鸡的好吃 这说明就是这次做的 我感觉只能说算是做出来了 但是不算成功 吃糖炒栗子不少啊 我还以为今天占的便宜了买个大栗子 结果 有懂栗子的话可以在评论里边说一下 也告诉其他的朋友怎么选栗子 因为我实在是不懂 我真的以为我占的便宜了 这么便宜还买这么大的粒子 不是意啊 生意 人生